制作水平 今次來賓城 我由怡保出發 我乘坐火車 我說的火車就是KTM 我要去到北海這個站下車 亦是相當快的 因為車都去到130多公里 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北海火車站和檳城的碼頭無縫折搏 我這次坐船過檳城 船費相當便宜 便宜到我都忘記了 去檳城便要付錢 但如果回頭便不需要付錢 但網上說是20分鐘一班 但我等到這班船 差不多等了一小時 可能是疫情的關係 檳城便是馬來西亞的北部 再向北行 過了陸路的關口 便可以去到泰國的閒礙 如果根據行政區劃分 檳城便是這麼小 在馬來西亞官方來說 他應該有個名稱叫喬治敦 而檳城這個名字 亦歷史很悠久 所以都很通用 整個州總共分了五個縣 對面岸就是威省 而檳城便是屬於檳郎序裡的東北縣 從人口的角度去看 檳城是屬於馬來西亞 第二大的大都匯 大概人口總共有二百八十幾萬 我們又看看當地人的收入情況 我們看看這個GDP Per Capita 他屬於馬來西亞的上游位置 但是如果跟吉隆坡比較 他都是低一半以上 檳城是不是很多華人 你看馬來西亞官方的數據 他是屬於整個馬來西亞的比例 是最高的 是去到六十四五的 但是大家留意 他是說東北縣 檳城就是屬於東北縣的其中一部分 而比較多華人的地方 應該就是日落洞 第二位都還沒輪到宜保 屬於匹立州的金寶 金寶就是宜保的南邊 檳島市政廳旁邊有個食物的地方 對出來是一個海邊 除了我之外 差不多都見不到是華人 在檳島市政廳向南走 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有個叫做小印度的地方 大概有三條街道 顧名思義大部分都是印度人 檳城就是有些地方比較舊的 這些屬於舊城區 那些房子都是兩三層 你看到街上的店舖 基本上都是整理的 在檳島的北邊 就是一個新發展區 大家都見到是一些高樓大廈 我相信有部分的單位都看到海景 整個檳城最旺的雙圈就是這個位置 這裏有個叫做Gurley Passer 那裏有一間百城百貨 就是人流最集中的位置 我們考察一個地方 很多時候都會看那個地方哪個位置有麥當勞 麥當勞開店都算過數 即是算到哪個地方是多人流才會開 所以大陸有間真功夫 就死釘著麥當勞 這個商場就算是檳城最似養的 這個商場就做得相當不錯 基本上就沒有吉舖 這裏有一個叫做霧尼百禮公 它算是檳城這裏第二多人流的商場 但是呢 你看看這一塊 整塊都是吉了 吃東西在這個樓層 你看到有蒲田 這間就白蓮王府 現在拍攝的那些就是有店鋪進住的 其實這一層就是有人吃東西 就只剩下這幾間店鋪 其他那些都倒閉了 目測這個商場都幾多吉舖 但是都叫做還有些人流 相比其他就 在這兩個大型商場 在這兩個大型商場 外面那條大路 再向北走 去到這些位置 都有些商場在這裏 但是你看看 外面這樣看上去 都是吉了 我進去了其中一個商場 就去看看 情況就是這樣的 基本上都是十七九空 這些場就基本上死了九成 作為一個虔誠的回教徒 每天都應該是有五次的祈禱時間 所以就在馬來西亞生活 都時常都會聽到 一些祈禱的廣播 檳城這裏都沒有什麼公共交通工具 我也是需要打Grab Grab的司機就介紹我來這個 叫Planjen Mall 他說比較多華人 在這裏 目測所見 大家都見到 都是沒有什麼人的 我不要以為這個商場 就是一個山卡拉的地方 這個位置 都是屬於檳城市中心的位置 來的 由商場的中庭入面去看 好像有點像 但是你上到每一個樓層 再進去看 你會發現 差不多整個樓層的店鋪 是整齊的 這個商場 叫做Fresh Avenue 都在市中心裏面 都在市中心裏面 前面就有些 Startbud Pacific Coffee 人流就普普通通 我拍攝那天 下面有些活動 見到很多人 但是你看上面的商場 基本上都很大面積 是空置吉了 Grab的司機 除了介紹我去商場 還叫我去三條路 888 去吃一下 這裏的河粉 他說是相當出名 見到很多人排隊 於是我就來試試 他不是在後欄洗碗 而是在門口洗碗 這裏有些肉 這個姐姐在洗碗的時候 就把粉的肉 切出來 洗乾淨 但是我想不知是否餵狗 那碗粉的菜 就做定 將它放進碗粉裡 然後加湯 就完成了 碗粉就是這樣 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呢 這裏很流行龍眼 我另外再點一個 ABC 這裏我相當喜歡吃 在馬來西亞吃了很多 很多香港人都想著 會考慮來檳城這裏退休 貪他這邊 就是多華人 多華人 就想著是同聲同氣 但是這邊的人 就不是說廣東話 是說福建話多 另外有部份就是講客家話的 當然有部份都是會講廣東話的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飲食文化 就接近香港的 這裏都有酒樓的 這間酒樓 你看到沒有什麼客人 但是我現在去這個時間 是吃飯時間來的 點心的水平大概是這樣 味道也是中規中矩 這樣 那些點心的價錢大概是這樣 看下去應該跟香港差不多 但是這裏那壺茶就一般 它是沖茶包的 好像一些茶沫 就沒有什麼茶味 這間酒樓 就是在檳城廣場 跟很多檳城的商場都一樣 空置率是相當之高 這個二樓 沒有什麼店舖開的 下面那層就好些 有間超級市場 還有一間是賣狐利用品的 找到個告示 就關於這邊的商場 和一些寫字樓的租金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裏的價位 多少 整個馬來西亞都類似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過路設施 基本上那些車行都很快 你就要小心看車 過對面馬路 在檳城還吃過這個叫喇沙 但是我覺得香港反而好吃一點 這個就是炒粉 這個粉就反而挺好吃 回程我不是坐船 我是坐小巴 就經六路 就回到泰國 第一站就是去合崖的